把脸狗放入滚烫的油锅里面炸 出锅就是大韩菜 不得不佩服高手在民间呢 首先我们要来准备两节性感的脸狗 先把巴贝这里切掉 选整狗的时候这个巴贝尽量选择这种封住的 里面它才不会尽疑吧 再把皮削掉 脸狗去皮洗净过后来切成厚片 厚度的话大约就是八九毫米 再来切成小条 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大小就这样切出来 准备一盆清水来上一勺盐 一点白醋 先搅拌均匀 棉狗给它放进去 用盐和白醋水泡一下主要是防止它氧化 变黑 再来准备几个大蒜 配一下后再碎 小葱头也来一点 再来一点干辣椒可可 干花椒可可 控好水分的莲藕 打一锅亚子生的鸡蛋 再来一点盐 贝鸡麻 先用筷子调匀 让每一块莲藕都裹满蛋液 紧接着再来上一勺淀粉 让每一块莲藕的表皮都裹一层薄薄的淀粉 最终调好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哈 看到没 接下来就要把莲藕放入滚烫的油锅里面 95号的菜籽油稍微多一点 用菜籽油炸好它颜色黄亮 第二个是香味更加的浓郁 所以大家炸东西记住菜籽油 油温入成热 下入莲藕 入成热具体是多热 就是下去就能够浮起来 算得上是比较高的油温了 莲藕记得一根一根的下去 还有一个就是下莲藕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用小火 不然先下去的都炸浮了 全部下锅定型后转大火 并且用勺子这样子轻轻的给它推散 不要粘到一起了 大约炸三分钟过后 就用漏瓢先漏出来 油温甚至七成热 下莲藕复炸 这样子才能够快速的把它的表皮炸黄 并且炸香 大约30秒捞出来控油就可以了 表皮全部都酥香金黄了 拎起锅来一丁点油 下姜葱蒜干辣椒干花椒 小火炒出香味下炸好的莲藕 继续的用大火翻炒 一丁点糖一丁点盐味精 喜欢吃鸡燃的朋友还可以放上一点鸡燃 再来淋上两滴香油花椒油 继续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是不是超级的简单 但是这个香味好 绝对的能够征服你的味蕾 一个字香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发美味继承 看起来很漂亮的哦 非常好吃的一道干扁莲藕就做好了 榛子做出来的莲藕表皮酥香 里面是脆嫩鲜香 带着一点芙辣味和蒜香味 用来下酒的话真的是爽歪歪 下稀饭也特别的爽 方法简单又实用 喜欢吃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这是一道不折不刻的好素菜 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试着告一行 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勾 哇闻一下感觉好香好香啊 我先来整一条 嗯 就是这个味儿 说真的好久都没有吃这道菜了 很好吃的味道 方方面面我都感觉到很不错的 这种菜是以前饭店里面很热销的菜 现在把它传出来 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制作了 像在以前还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家里面基本上就是什么小煎小炒之类的居多 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哈 说真的 是要方便太多太多了 我个人觉得下干饭的话稍微干的一点 但是用来下饮料真的是爽歪歪美滋滋或者吃点水也可以 上面八门的芝麻来粉丝先干一块啊 说实在的哈 这个方法举一反三还可以用来干扁南瓜 干扁土豆等等系列菜都可以 土豆的话就不用挂服了 直接找 总之来说 高级靠谱没有点赞的朋友 帮我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